大家好,歡迎來到《柏丁訪談室》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我是Chloe 很開心,在我身邊的依然有 私語致顧問有限公司的總裁Michael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Michael,你好 Chloe,你好 Michael,我知道了,你開了一間顧問公司 身體力行就去推行企業的風險管理 我想問你,你這間顧問公司的任務是甚麼呢? 任務是不說得上的 但可以說,我開始自己的顧問工作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我都差不多應該要退休了 但我打算開自己的顧問公司 就是去繼續延長我自己工作壽命的方法 因為我希望可以比較用一個相對輕鬆一點 還有有些少許選擇性 就是我覺得有挑戰,我喜歡做的工作 我就去做,例如最近我最多是教書 我挺喜歡教書,我就教書 另外有機會去不同的層面,不同的工作 去幫一些公司做好 尤其是這個公司企業管治 風險管理方面的工作 這兩個是我主要的原因 亦都是因為我自己的工作經驗和背景 其實我都做過很多不同的事 IT也做過,ordy也做過 職場ordy也做過,compliance也做過 其實是挺廣泛 我覺得我應該是有一個 可以給予一個全方位的顧問工作 尤其是一些公司 如果你每一個層面都去找不同的顧問 你是不可能的 但是簡單來說,我一個人 我就比較可以全方位的綜合性 希望給予一些 contribution 給予一些 input 他們在公司管治 尤其是企業風險管理方面 做好一點的工作 如果你有機會去我的網址 看看我的scope of service 即是會提供我的層面 其實都挺廣泛的 在七方面我都可以給予一些服務 希望可以在不同的層面和不同的方向 用我自己的工作經驗去和其他公司 分享幫他們做好公司的業務和工作 Michael,剛剛了解多了你顧問公司的 mission 或者有些宗旨 想問一下 你這家顧問公司的目標客戶是哪一類呢 如果說目標客戶 主要有三種 兩種是直接 一種是間接 為什麼這麼複雜呢 首先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這家顧問公司的定位是怎樣 我經常形容自己的工作定位 就是用六個英文字母 就是G-R-C-S-M-E G-R-C-S-M-E G-R-C代表什麼呢 Governance, Risk and Compliance S-M-E 代表什麼呢 不是中小企 我都在想 S-M-E是Standford Subject Matter Expert 所以我是這三方面的專家 自己供自己的專家 我心目中的目標客戶 直接的就有兩類 第一就是上市公司 或者準備上市公司 他們通常都是在這幾方面 希望可以有些改進 或者想檢討一下自己是否做得好 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其實S-M-E我都做的 不過當然上市公司會覺得自己這方面的需求大一點 另一種直接客戶就是可以說是CPA firm 因為我沒有交代的 其中我以前做的工作 就是我亦都在會計師公會做過工作 那我有關的工作 主要就是跟Quality Assurance 就是我們行業叫做Practice Review 那個工作有關 那我也都希望有機會幫助自己的同業 去改進自己公司的Quality Control 或者做一些所謂Practice Review的Monitor 去幫他們看自己的工作 來達到這個工會專業指引的需求 那間接客戶是甚麼呢 間接客戶可以有兩類的 會計師樓、CPA firm 以及其他顧問公司 因為我自己的定位 就是希望我亦都可以參與這些公司 如果他們有客戶需要有工作 而覺得我可以提供的服務 是幫到他們呢 所以我可以跟這些會計師樓 或者顧問公司 一起去做那個項目 一起去參與那個工作 那就變成了間接客戶 因為他們其實是這些公司的客戶 不過在某一個項目 某一些工作 我可以幫到他們一起去做 那我們就幫他們去做了 對,Michael 剛剛聽你說的 你公司的目標客戶 就是可能是一些上市公司 但中小技都可以找你 即是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詳細一點講解一下呢 我自己覺得我工作的目的 就是幫那間公司去完善它的風景管理 讓它沒有後果之憂 舉個例子就等於 如果你比賽 當生日一場比賽 你是在用一輛馬車的話 你不只是找好的馬去做Sales 就可以行 你一樣要肯定你那個馬車 是承受到你比賽的壓力 那輛車不會散 我的工作就是裝好那輛車 讓那輛馬車是可以順利到特終點 贏出那個賽事 那怎樣叫做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我覺得有些事情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 簡單 你踩的單車去到上太空的火箭 其實都是有些基本原則永遠不變 內部控制都是一樣 那這些交通工具的基本原則是有什麼不變呢 安全、舒適 是嗎 是 容易操控 如果你很複雜才能開到的單車 你不要 但是盡量來說 火箭都是要做到容易操控的 無論是太空人和地下的控制 都是一樣 最重要的是價錢要實為 物有所值 這些原則是不變的 在公司做內部控制其實都是一樣 一定要保障一些基本原則 就是我公司可以做到那個控制的程度 我是不是盡力已經去做了呢 我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需求呢 茶餐廳都有它的內部控制 麥當勞都有它的內部控制 大家樂也有不同的外部控制 但是因為工作的規模不同 但是基本原則也是 特別 對 很感謝Michael 他今集上來和我們分享他開顧問公司的一些經驗 那麼快一連三集的有關企業管治的系列專訪 已經完結了 Michael很感謝你三集都這麼捧場 多謝你 不是不是 謝謝你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關Beat Side D的新聞 那記得留意盜丁訪談室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